大批檢警和環保署人員 一進入工廠廠區內就聞到刺鼻農煙 檢警詢問廢氣來源 達新員工卻一問三不知 知名企業達新 居然大白天排放致癌毒氣 而且時間長達三年 經過紅外線檢測 通通不合格 有機氣體丁銅超標量倍以上 而致癌毒氣低MF 濃度更是直接爆表 無法在儀器上測出 也就是說整座工廠 全都被看不見的毒氣籠罩 這回頭設備 它是利用活性碳 把這個廢氣吸附下來 那它從這個氣體會轉成液體 信誓旦旦承諾對環保做出貢獻 砸下重金 搭造防空污設備 達新是國內知名上市企業 一語一及塑膠製品文明 名聲響當當 現在卻被當場查到私製排放 有毒氣體危害民眾健康 那流拖牌 然後還有申報不實的 涉嫌這一部分 那檢放在偵辦中 那另外它還有就是涉及 那個掃繳空污費 那這部分我們會來計算 目前包含副理在內的三名涉案人員 已經依照一到兩萬元 不等的金額交保 環保局也會追討達新四年期間 逃避的上千萬空污稅 但知名塑膠大廠達新 多年的品牌形象也毀於一旦 這位王毅超台中報導 今天是最重要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